赶紧邀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 抢千一百秒 大家好 我叫潘蕾蕾 来自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表演专业 去年刚毕业 Hey there Mr. Chaplin You may think I'm rather small Call the posh papers I finally had your feet Don't go ahead and snap me Don't return my call And build your horse On top of easy street But what you gonna do When it's dark falls down And let the little room spread What you gonna do When I change the name Of the person sleeping in your bed What you gonna do When I tell the tale That made the country turn its head Just a little gossip And just a little line And some place in the little trap And just a little spy And what you gonna do When it's all first time Thank you 掌声欢迎挑战者潘蕾蕾 你好 蕾蕾老师好 蕾蕾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黄金一百秒 唱得真的非常专业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来 请投票 抢先一百秒九十二分 获得了额外的贡分加分 厉害 祝贺蕾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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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一名音乐剧的演员 对 是的 最近有在表演什么剧目吗 有在演一个沉浸式的戏剧 然后毕业的一年 沉浸式的 对对对 现在比较新的一种表演方式 快跟我们讲讲什么叫沉浸式 是你到观众席里边唱是吗 不是 是观众可以随着演员 一起进入到这个剧场里面 跟随着演员的行动线 观众也可以上台吗 它其实不太等于是一个舞台了 更等于是一个 演员和观众在一起的一个空间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空间里面演 观众就站在我们的身边 可以近距离观看演出 那其实对于演员来讲 挑战更大了 对吗 是的 因为观众的距离更近了 那对我们表演 有一些要求肯定会更高一些 那这个跟观众的距离缩短了以后 会不会影响你们演出 有些时候会不会影响到 万一想笑怎么办 其实会有 其实会有 因为观众有一些时候 可能会比如说说话呀 或者说做一些表情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演出 然后我每次真的想笑的时候 其实这样不大好 我就会掐自己的这个虎口 让自己不笑 每场下来 手上全是手上都是指甲印子 没办法 不对啊 按着虎口 这是一个穴位哦 后来发现几场演出下来 那身体越来越好 音乐剧首先要具有声乐演员的 声乐的基础 然后又要有演员的表演的能力 而且还要考验很多综合的素质 比如说舞蹈 对吧 包括声音的控制 都会和普通的歌手 还会有区别 是 能给我们现场来一小段吗 那我就唱一个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冰雪奇缘》里面的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你想不想堆个雪人 对 你想不想堆个雪人 对 你想不想堆个雪人 Elsa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Come on let's go and play I never see you anymore Come on the door It lies you gonna wait We used to be bad bodies But now we not I wish you would tell me why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It doesn't have to be the snowman OK 拜拜 谢谢大家 请问一下她是在桃公主吗 快点给她抓住 好听啊 她这个声音塑造能力好强啊 马上就唱出那个娃娃音了 小朋友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真的难度好大 因为你本来就要学那个声音 可能也许不是你平常要发的时候 对对 是的 又高于表演 表演的时候你不需要唱 相结合一起去也是不容易 没有过相结 其实你直接唱到了妮娜的心里 其实妮娜 她的心里边一直住着一个小公主 你看她今天穿这个衣服特别可爱 这已经是她家里边 她最成熟的一条裙子了 今天特别搭配 有没有办法教教姐姐 就是如何迅速成为公主 有的有的 正好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有演过一个角色 是辛德瑞拉 是我最最喜欢的角色 在演辛德瑞拉的时候 我也有刻意去模仿一些 公主会做的一些动作 所以我想教一下妮娜姐姐几个 公主会常用的动作 比如说就是我们经常也有看到视频里 普通人打招呼就是这样 公主打招呼会 这样 动自己的手指 对 然后还有就是公主的转圈 一般都是肩膀会下压 然后脖子撑长稍微往旁边歪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公主跑的时候 会稍微起一个范儿 然后蹲下来 对 半蹲膝盖 对 提起自己的小裙子 还有啊 公主说话就是 嗯 嗯 嗯 这样 我真的好害羞啊 表情语言非常的丰富 这就算是诉讼完毕了 尼娜 你把刚才这些融合在一起 带来一段公主式的表演 好 你能给我配一段吗 真假公主 是吗 我在旁边给您配一下这个歌吧 可以 可以 自己把车 自己把车 手把车身掉 她的女孩没有名字 也没有想到 只能够 她们很幸运 她们很幸运 对 哇 哈哈哈哈 蕾蕾现在是第一年 做音乐剧的演员 是吧 因为刚刚毕业 这份工作辛苦吗 说辛苦其实是有一点的 因为其实对体力消耗 还是蛮大的 但是这是我最最喜欢 做的事情 所以不会觉得辛苦 好 那今天蕾蕾同学 来到我们的黄金舞台上 也会为更多的 电视剧间的朋友 来介绍音乐剧的魅力 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 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开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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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在桃小公主 多才多艺没看够 舞台太美了 没有听过你唱的音乐剧 真的很有意境 人美舞美才女 不光唱得好 跳得也好 肯定能成功的 所以看了潘莱雷同学的表演 我真是觉得 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舞台剧的演员 或者音乐剧的演员 真的是要求太多了 真的只是多才多艺 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主要是 好吧 一段纯舞蹈的表演 有没有可能征服我们现场的观众 黄金大幕 请升起 什么是优秀的音乐剧的演员 什么是优秀的舞者 就那一顿跳 没出汗 来吧 请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五 三 二 一 好像开启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了 祝贺潘莱雷 挑战成功 这枚闪闪发光的黄金奖杯 也激励你 更好地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继续加油 谢谢你 再见 加油 好吗 再见